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家庭人气增长的需要 是家庭人气增长的需要吗 也是国家人口增长的需要 每一位党员干部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主客观原因不结婚不生育 也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 落实三胎政策是每一个党员干部承担国家人口发展的责任 也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履行国家人口发展的义务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嘛 就是他诚然有的党员干部因为年龄身体等原因已经不允许生育孩子 但可以积极主动教育引导促成自己家人或周围人积极自觉落实三孩生育政策 千万不可以默示放任自己家人或周围人不结婚 不生育也千万不可以默示放任自己家人或周围人 以这样那样的借口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 他提到了说是我国人口出现负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些人吃的食物不利于身体健康 导致个别男女没有生育能力 然后一些人因先天或后天因素不敢生育 然后上学男上学贵就医男就医贵 导致许多夫妇不愿多生育 有的人选择单身且不愿收养孩子 有的人结了婚有条件生育 却甘愿做丁克等等 就满嘴能够听出他的抱怨 不愿生孩子 这个本来就是很个人的选择 你为什么要强迫大家 每个人可能有每个人的原因 这是个人的自由 就是在墙内 你基本上没有任何自由 连你那个生育的自由都没有 你看国家让你生一个 你就只能生一个 生多了就要罚款 生多了就要给你结扎 生多了就要给你做手术 后面又让你生两个 生两个你也就只能生两个 你生第三个就要罚款了 二胎出来之后 又没有多少人生 然后又赶紧出了个三胎 这搞笑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想问你生四个罚款吗 我要多为国家做贡献罚款吗 就有人说 你为什么不干脆全部放开了 为什么他不全部放开 这就是要彰显他的控制力 他对你每一个人是控制到你的私生活 你生几个孩子 我要规定 你懂吗 我要根据国家的需要 我根据党的需要 我根据我领导人的需要 我们想让你生几个 你就生几个 不是说你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这个是作为人基本的权利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发现这些东西 你在墙内都是没有的 当然他这个只是针对党员的 普通的非党员人士 应该还好了 那个网红医生张文宏也发表过 类似的说法 他说是你作为一名党员 不管你当初是为了信仰报效祖国入党 还是为了个人利益谋私入党 不管你的入党理由是什么 你现在是党员就必须冲在最前面 然后三胎政策也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政策背景 有网友说 我们村的党员都平均60岁以上了 根本不发展年轻人 这个三胎好政策 他们有心无力啊 第一代党员独生子女 父母暗自惭愧 忙了大半辈子 没什么大贡献 还欠了国家两个孩子 然后50后60后党员纠结着 到底要多一个儿子 还要多一个孙子 70后党员纠结着 到底生不生 到底能不能生 80后党员纠结着 要是丈母娘和老婆同时坐月子 到底照顾谁 然后90后00后党员纠结着 以后看到小孩到底是叫弟弟 还是叫叔叔 然后你就看这个政策 就是这边有显示出来的 就是我们知道的吗 就是80年代的时候 他的政策是 只剩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你看政府给你养老吗 然后95年是只剩一个好政府帮养老 你看这个变化就来了 你发现吗 80年的时候还给你承诺 是政府来养老 然后到90年代 中期95年的时候 这报纸这个标题就是 只剩一个好政府帮养老 2005年的这个报纸的这个头条 就是报纸的这个新闻标题就是 养老不能靠政府 放鸽子了吧 然后2012年 这个新闻标题是 推迟退休好 自己来养老 吓死了 你现在看到了他的嘴脸吗 你把这个时间连续起来 你就看到了这个 这个的嘴脸 对不对 那是怎么忽悠你的 自己是韭菜还不知道 党员必须冲在那个前面 起带头作用 当然也 也不是无厘头的往前冲 如果明天都没饭吃了 肯定没必要生了 都没饭吃了 怎么生啊 你得先得让他有饭吃 他才能生孩子 中国公民也是一样的 有能力的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相对差一点的 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努力的奋斗 这是一些网友的 这个很赞的评论 还有的网友表示说 曾经广大群众和公务员 和事业单位 为实施少生优生的阶段性目标 贡献了积极力量 但发展起来的矛盾 不比没发展起来的矛盾少 中国已经逐步进入低生育率 老龄化的社会 然后文章提倡 党员干部在落实三胎政策方面 起带头作用 正当其实 可能考虑 一是党员干部一般待遇较好 就是能吃得饱 处于社会中产阶级 具有较好的生育条件 我们刚说了吗 你让底层的老百姓去生 他们得先吃饱 二是 党员干部讲政治 施大局 应在落实三胎政策面前 起表率作用 对普通群众起吃饭作用 这个五零后六零后的 显然是生不了了吗 生不了 但是党的号召就是 要你尽量的去 什么教育 引导 促成自己家人或周围人 积极自觉的落实三胎政策 网友就爆出来说是 被周围的这个 所谓的老党员来推升 但是我们知道 整个中国的这个 大情况嘛 对吧 整个社会的生活的成本极高 尤其是房价 所以联系这些东西 我们基本上能够 能看出来这个 这个生育率 或者是人口这个问题 已经到了 危及共产党执政的这种 这种事后 否则他不会以这种 很无耻的这种方式来 教你生孩子 然后现在你在联系起来 现在他打了个教培行业 可能就是来减少 这个长育孩子的这个成本 然后又在搞这个房地产市场 来降低这个房价 这联系起来 就可以想见这个 人口问题 已经到了多么关键的时候 然后这个是这个 鼓励党员生孩子的 这个话题 就引来网友一顿恶稿 然后我们来看 然后我们再来看墙内的 另外的一个新闻是 如果我讲出来 估计会算是一个什么辱华事件 但这次辱华的是墙内的老百姓 我们知道Costco是美国第一大联锁会员制仓储市量饭店 我们是美国第二大零售商 他在 他之前是应该是在上海开了第一家这个Costco店 我们知道 就前几年那个新闻就是开店的时候 那个Costco被解爆了 现在开了第二家店 第二间店是开在了苏州 结果又出现了同样的这种场面 现在墙内不是在反美吗 然后各种抵制美国的东西 我觉得这些大批的这些排队的这些人 有涉嫌辱华的这个 这个行为 我们应该号召这个小粉红们来讨伐他们 怎么能买美国的东西呢 Costco苏州店开业几报 然后凌晨三点就有人排队 这个店不得不配送那个 不得不配救护车和无人机来应急 就到这种程度 我们先来看这个Costco 这个Costco是我们刚刚说了 它是美国第二大零售商 全球第七大零售商 以及美国第一大联锁会员仓储量饭店 于1983年成立于美国西雅图市 然后苏州的Costco 它是位于高新区 近邻苏州新区高铁站 地铁三号县惠昌路站 和瑞典的宜家 日本永望孟乐城 法国迪卡龙等世界著名零售企业齐聚 在苏州高新区 组成的核心商贸区 开店的那个场景 这个围的人山人海 感觉像做核酸检测 这个第二家开店 居然有人凌晨就来排队了 我觉得这个这些人的这个行为 是严重的入花行为 然后在2019年8月27号 Costco上海售家店开业的时候 就出现了大量人潮 我们如果大家都记得的话 当时出现的新闻就是 很多人被挤得 那个不得不 那个被送到医院去 需要排队超过一个小时才能进入 而且在开业的第一个月 办理会员的人数 就超过了数万名 然后Costco 它采用了这个会员制 然后消费者需要办理会员 才可以在店内消费 目前那个第一年办卡 只需要199元每年 之后则恢复到299元每年 据了解这个Costco 苏州门店建筑面积为 5万平方米 经营面积为1.4万平方米 苏州也成为继上海之后 中国大陆第二个拥有Costco的城市 这个感觉是拥有Costco 感觉是很光荣的时间 给那个小粉红听见 估计心里不舒服对吧 我们应该抵制美国所有一切啊 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Costco 你看老百姓还是会用脚投票的 不光是你整天的在这洗脑 然后2019年 因为它东西便宜啊 对吧 你买的多它就便宜的多嘛 然后有那个强烈的毛鸡媒体报的 说这苏州Costco开业的第一天 不仅是凌晨3点就有人开始排队 而且那个人太多 那个Costco还出动了这个无人机 那个监控秩序 然后现场有那个救护车现场待命 就比较搞笑了 你看这强烈就是很魔幻 一边在那个疯狂的骂美国 当然我我个人觉得骂美国或者是反美的 就是一部分人 甚至于是那一部分人的工作 比如说那个外交部啊 比如说胡锡进啊 这是他们的工作对吧 底下老百 当然有一些那个老百姓被带着忽悠 也去反美 也去砸美国的东西 也会在网上做一个键盘侠 但是当真正Costco开到他城市的时候 他也会停不下那个去排队的脚步 对吧 这个就是强烈魔幻的现实 下来我们看一个就是这个豆瓣被下架的这个新闻 根据中国那个监管当局 星期四也就是12月9号宣布 将那个豆瓣爱回收和唱八等106款 被控侵害用户权益的应用程序下架 而相关的这个应用商店也将在通报发布后 立即组织对名单中的应商应用软件进行下架处理 这个是工信部微信公众号星期四发布的 就是声称这些应用程序超范围高频次索取许可权 非服务场景所必须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欺骗误导用户下载等违规行为 然后这个通报指出 截至目前仍有5款应用程序 未按工信部的这个要求完成整改 而各通信管理局展开技术监测后 又发现有101款应用要求完成整改 因此工信部决定 依据相关法律要求 对上述106款应用程序做出下架处理 这个工信部的通报还指出 针对部分违规情节严重 而又拒不整改的应用程序 各地通信管理局应对应用程序的 营运主体依法与行政处罢 这个里面就包括了非常有名的豆瓣网 我们知道这个豆瓣网是一个社群网站 在很久之前 它还是很多文艺青年的聚集地 这个网站是2005年成立的 自取的是有趣多元的文化生活社区 曾几何时是很多年轻人 喜欢浏览和使用的网站 尤其是它的电影评分 尤其是它的电影评论 就是很多人看电影前可能都要看一下这个豆瓣的这个评分 就是参考豆瓣的这个评分 里边那个很多影评也是蛮有水准的 现在随着共产党对这些网站 这些app的那个越来越紧的这个管理 有些东西你已经不能在上面讨论了 然后这个豆瓣网络小组自由讨论这个风气 也是为很多人所知 就是它可以去讨论一些那个 甚至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 但是现在你只要讨论就会被删掉 然后注册用户一度超过了2.3亿 但是在监管当局的这个整肃下 豆瓣用户今年严重流失 目前用户可能只在1000万左右 然后工信部今年7月底宣布 要对中国互联网行业 启动为期六个月的专项整治 聚焦于扰乱市场秩序 侵害用户权益 威胁数据安全 违反资源和资质管理规定 等四方面八例问题 然后12月2日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曾约谈过这个豆瓣网 主要负责人和总编辑 提出了近期豆瓣网及其账号 屡次出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 或传输的这个信息停止严重 同时责令这个豆瓣立即整改 这个其实就道出了 为什么这个豆瓣被下架的原因 我们知道就是豆瓣 他有名的他那个为年轻人喜欢的原因 就是他相对比较开放的一个讨论环境 但随着这个当局对这个 对这些东西的那个管理越来越收紧 就是很多的那个话题 你就不能讨论了嘛 你看这这次就是12月2号 约谈豆瓣的这个负责人的原因 就是出现了 屡次出现什么法律法规禁止发布 或者传输的信息情急严重 这就是中国所谓的言论自由 大家看到了吗 然后你看豆瓣现在就被药下架 然后与此同时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对这个豆瓣还开出了150万元的这个罚单 今年6月份国家网信办收到了 关于豆瓣的举报信高达26.8万件 超过了知名的这个知乎和头条和B站网站 所以现在这些网站基本上就是在响应党的号称嘛 党让你党让你能讨论什么东西 你就只能讨论什么东西 党不让你讨论的你就不能讨论 这个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个用户流失啊 对吧 你本来就是很多那个年轻人 比如说一个电影对吧 你可以自由的讨论 你可以自由的评论 但是近几年你就会发现 他很多那个敏感的电影 在上面就看不到找不到 对吧 有些那个话题讨论就是有很多限制 你根本就讨论不了 或者是他你可能刚刚发出去 他可能就删帖 就是这种 我相信豆瓣是在配合国家的洗脑的 但是你看他配合的不那么积极一点 就会被就会被搞 就这么简单 然后从今年1月到11月 豆瓣网遭到国家网信办20多次的处置和处罚 很多次承受顶格50万元人民币的这个罚款 累计遭受的这个罚款总额达到900万元 然后这个北京的这个中办和国办 今年9月曾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 就是我们知道墙内已经没有什么那个言论自由 就是那么一丁点的说话的自由都不给你 然后要求强化网络平台责任 开展虚假信息治理 我们知道这墙内所谓的违法违规的信息 就是说和党中央不一致的嘛 不一致就是就已经违法违规了 更何况你说是要发表一些和那个党媒官媒背道而驰的东西 或者是发表一些不同的意见 那你就直接就是卖国了 你就是反党了对吧 你就是颠覆国家政权了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戏门 很吓人吧 如果豆瓣不整改的话 估计豆瓣就过几年就不存在了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国内的这种言论的这种 从中就能窥见整个国内这个言论的这个尺度 到最后大家就把嘴用针缝起来就好了 千万别说话 你一说话就会反党 你一说话就会颠覆国家政权 关于这几个新闻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